让女孩的被窝里一阵蠕动 掀开被子 一只小可爱正直勾勾地盯着她 女孩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而是重新盖上了被子 脸颊红润双眼泛起了泪花 第二天睁开眼慌忙掀开被子 小可爱已经不见了踪影 女孩名叫剑子 平日里最爱看的就是恐怖片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看见小可爱 前一天在雨夜等车的她 拿着手机正聊着天 给朋友发了一张自拍 却怎么都发不出去 但是朋友却将这张照片发给了她 而且一直刷屏 看着看着 照片里女孩的脸竟然变成了女鬼 剑子慌忙扔掉手机 看一眼四周什么都没发现的剑子 重新捡起手机 对话框便没有了刷屏的照片 剑子柔柔眼觉得自己一定是太累了 但是下一秒 眼前出现了一个双眼空洞张着嘴的鬼 嘴里还不停地问着能看见我吗 长期看恐怖片总结的经验告诉剑子 再害怕也要装作看不见 否则便会被这些怪物缠上 等怪物转身离开后 等剑子回了家 妈妈和弟弟竟然都不在家 剑子洗漱期间想起自己看见的怪物 觉得今晚肯定会做噩梦了 突然注意力被镜子上的一个手掌吸引 以为是弟弟的便没有在意 等洗完脸再抬起头 镜子里又出现了一个怪物 剑子强装着镇定 按照恐怖电影的套路 第二次看的时候它就会消失掉 但抬头怪物却还在那 这一次怪物僵持了半个小时才离开 翻出了家里的盐 将它放在屋里 据说可以阻挡那些小可爱 但等它上了床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终于等到白天 剑子发现好像看不见那些脏东西了 平日里好朋友都是从后面跳出来吓自己一下 而他不用回头都知道这么有弹性的就是朋友 但是今天朋友照常吓一下 却让他再也无法承受 站起来面对朋友时小可爱再次出现 他看见的是怪物一直在问他能不能看见他 朋友看到的却是剑子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 给朋友都看脸红了 以为剑子要跟自己表白 女孩看见朋友的书上竟然有一只手 并且这只手正顺着课本往上爬 不一会儿手就将朋友缠绕了起来 但是朋友却没有丝毫不适 女孩赶忙找了个借口推开课桌 但是课桌里的手已经在往外挣扎了 女孩拉着朋友就向医务室跑去 但是朋友却觉得他莫名其妙挣脱了他 等女孩再回头 那些手又重新缠住了朋友 但两人还是来到了医务室 朋友拿着听诊气玩的不亦乐乎 突然女孩看到旁边的酒精 借口为朋友消毒 希望酒精里的某些成分可以驱散怪物 于是对准朋友一阵乱撕 衣服都撕湿了 身上的手也终于有了反应 女孩看着躁动的怪物 以为真的起作用了 但是怪物不光没有消失还将头给抖出来了 而消完毒的朋友拿着听诊器要为女孩听诊 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怪物 女孩吓傻了 以为怪物要缠在自己身上 而听诊的朋友发现女孩的心跳极快 女孩正不知该怎么办事 当怪物看到比朋友更性感的老师 果断附到了老师身上 虽然朋友暂时安全 但是总觉得有种自己输了的感觉 放学两人来到排着长队的美食店 女孩低头看手机以为排上了队 但是在朋友的招呼下 才发现自己站的那一队全是小可爱 幸好朋友及时拉走了他 回头看小可爱的那一队 原来正排队等着被吃 买完东西走在回家路上的两人 发现了一只被人遗弃的小猫 朋友怎么看小猫怎么可爱 但是在女孩眼里却是另外一幅场景 因为朋友家不能养宠物 所以将喵咪的照片发到了网上 希望有好心人会领养他 朋友抱着喵咪爱不释手地转圈圈 却被一个光头男给吓了回来 与此同时 另外一个男孩也通过网上的信息找了过来 想要领养小猫 但是女孩看见男孩身上都是宠物的怨气 所以果断拒绝了男孩 而是转头将猫咪交给了光头男 因为光头男的身上都是可爱的小猫咪 这只小可爱正对着眼前的男人深情告白 但是男人却什么也看不见 女孩剑子却看得真真切切 剑子的眼神让小可爱产生了危机感 一步一步走向剑子 剑子慌忙打开手机 找到摔跤比赛的视频 嘴里一个劲的夸赞手机里的人好帅 小可爱看看喜欢的男人再看看手机 这显然不是一个类型 看来是冤枉他了 转身离开 此时剑子的朋友也终于赶来 剑子慌忙起身准备离开 男人却追了上来 他感觉剑子看他的眼神是对他感兴趣 正好男人也想了解一下剑子 被剑子一口拒绝 这时男人的正牌女友也来了 好家伙身后跟着一堆追求者 看来两人还挺配 剑子和朋友逛街买了四串念珠戴在了手上 希望这样小可爱们都远离自己 看着朋友想起他被小可爱纠缠的场景 果断拿出两串送给了朋友 朋友作为回报打算请剑子吃好吃的 但是路上却必须经过一条躯黑的小巷子 巷子里密密麻麻的都是小可爱 但是当剑子亮出念珠 小可爱们竟然让出了一条路 看来念珠还真的起了作用 在剑子小心翼翼地往前时 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眼前 在剑子举起胳膊的瞬间 念珠散落了一地 朋友看着愣在原地的剑子 回头向剑子跑了过来 又不能发出声音又不能绕过去 要是被怪物发现剑子能看到他们就惨了 为了不让朋友撞上大怪物 剑子一咬牙从怪物的身体里穿了过去 这时却发现朋友的玩偶掉在了地上 在朋友要去捡的瞬间 剑子拦住朋友一头扎进了怪物身体捡起玩偶 朋友还以为剑子是因为念珠坏了伤心 说话间就要回去找卖家理论 被剑子强行拦下 但是等两人吃完东西 朋友坚持要带剑子去买新的念珠 他们并不知道占卜的老太婆是个骗子 老太婆一看是两个小学生 骗不到什么钱 便拿出一串便宜的给他们 但是剑子刚戴上珠子就又断了 这时老婆婆发现了女孩身后的一团黑雾 但是当问到女孩有没有看到什么异常的东西时 女孩果断回答没有 老太婆知道她能看到 感觉女孩还挺坚强 再看看旁边的女孩 身上散发着十分惊人的洋气 老太婆还有一点良心 所以打开保险箱 拿出了封存已久的盒子 随着封条被拆开 一道金光散发出来 等女孩将如此漂亮的念珠带在手上时 身后的怪物变得十分狂躁 紧接着手上的念珠随之抱他 女孩弯腰捡钱 却看见了一个小老头 这还是女孩第一次见到这么小的小老头 见多了大怪物觉得眼前的小玩意儿竟然有点可爱 所以拿起钱朝小老头的方向丢了过去 等他跟过来 眼前竟然出现了一个大老头 剑子只能强装镇定 假装四处找钱 正要伸手去拿 一个大大的手掌开了下来 此时剑子的手指早已不听他的使唤 突然大可爱打了一个几千年的韭菜人 剑子眼看就憋不住要吐了 一只乌鸦半路飞出来抢走了钱 正好趁这个机会追了出去 回到家 弟弟看到出去买可乐的姐姐空着手回来 问他怎么回事 剑子就说前被乌鸦偷走了 但是这么荒唐的理由弟弟怎么会信 而且最近姐姐总是心不在焉 通过咨询同班的女同学 推测姐姐可能是谈恋爱了 于是开始跟踪尾随 弟弟已经能想到让姐姐失魂落魄的男人有多厉害 但是此刻的剑子一心只想搞明白 自己为什么能看见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等剑子走后 弟弟走到刚才的位置 推测姐姐看的是哪本书 难道是教人种草莓 等晚上回到家的剑子终于可以放松泡个澡 但是双腿间竟出现一团黑雾 紧接着一个小可爱飘在了半空中 剑子一经原来是做噩梦了 但是转头却发现墙角确实有只小可爱 剑子正准备离开 弟弟却推门进来了 确认了姐姐身上并没有草莓准备离开 却被姐姐叫了回来 就这样暂时小可爱不会轻举妄动了 第二天 醒来的剑子每天都祈祷自己看不见那些东西 但是往窗外看去 下楼却发现一个超级大的怪物正围着家人 不知该怎么办的剑子起身准备离开 却回头又从冰箱拿出了一个冰淇淋 放到了爸爸的一项钱 原来爸爸早已经不在了 而身处另一个世界的爸爸 也不知道女儿能看见自己 这个双马尾将同学骗进了储物间 身后的框里还爬出了几只小可爱 根据双马尾几天的跟踪观察 女孩剑子可以完美避开一些脏东西 要不是她自己也能看见 根本没有人会发现她在躲什么 所以双马尾故意找了一些瓶盖 洒在阴暗潮湿的角落里 引来这群小可爱 目的就是为了让剑子承认她能看见这些东西 但是剑子却坚持她看见的是蟑螂 双马尾以为剑子瞧不起自己 一再指着地上的小可爱逼问 但是双马尾似乎只能看见那些小老头 看不见从身后爬出来的大怪物 当着怪物的面 剑子当然不能承认 但是双马尾却自称拥有和她一样的能力 并且求了一串保护自己的念珠 说完就迫不及待要向剑子展示 没想到怪物轻轻一吹 珠子就散落了一地 眼看怪物越来越兴奋 剑子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偶像 先是一招锁猴 然后双腿紧紧锁住对方 这是她唯一能想到让双马尾闭嘴的方法 不一会儿女孩就失去了意识 等再次醒来 剑子认为既然双马尾看不见那些庞然大物 就没必要为她徒增烦恼 所以只是告诉她装作看不见最好 临走时告诉双马尾 但是在双马尾的眼中 剑子却是在威胁她 晚上剑子回家的路上 看见有个小可爱坐在楼梯上 撞着胆子往前走 就在经过她旁边的时候 小可爱竟然一把抓住了剑子 深呼一口气回头却发现是个老人 剑子背着老人来到老人所指的地方 刚到地方老人的儿媳便赶了过来 儿媳告诉剑子 自从老伴去世后 老人便变得神志不清 为了感谢剑子的帮忙 女人进门准备拿点东西 剑子正要给家里打电话 余光铁剑旁边出现了一个小可爱 这次是小可爱无疑了 小可爱一直在耳边重复同一组数字 剑子害怕的正要走 老人却一把抓住了她 显得对剑子的手机很感兴趣 小可爱一直在重复四个数字 所以剑子将数字打在了手机上拿给老婆婆看 老婆婆看完就进了屋 静止走向了保险箱 儿媳说保险箱一直都打不开 但是这次婆婆竟然打开了 拿出了老伴送给她的梳子 扎起头发 这时婆婆的神志竟然也变得清楚了 门外的老头靠近剑子 说了一句谢谢便离开了 平常温顺乖巧的狗狗今天却对着女孩狂叫 等女孩走后 狗狗的眼睛里竟出现了一团黑雾 电线杆后面的小老头 被这团黑雾下的连连后头 而怪物的眼中女孩全身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最先发现女孩身上阳气极重的是占卜的老太婆 而那时她就觉得女孩迟早会吸引脏东西 因为阳气太重怪物并不敢靠近 而是随手抓起一只小老头丢到女孩身上 小老头瞬间被烧熟 看来只能先吃点烧烤垫一垫肚子 女孩拿出面包刚吃了一口 身上的阳气瞬间被增 看来怪物又要饿一段时间了 女孩并不知道自己被怪物盯上 但是朋友剑子却看得真真切切 这次的怪物比之前见过的都可怕 所以两人取消原本看电影的计划 来到了山上的一处神社 虽然神社一副常年无人居住的模样 但剑子两人还是准备试一下 每人拿出五百的香火钱丢进功德香 剑子非常虔诚地祈祷 希望有神可以帮朋友赶走怪物 让自己不要再看见脏东西 转身就发现怪物身边多了两只金色的小可爱 剑子以为他们是怪物的同伴 结果小可爱嘴里念着咒语拍拍手 怪物的胳膊瞬间被砍断 怪物被激怒 两方瞬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对战 从小可爱的表情明显感觉体力不支 下一秒 小可爱当场爆炸 而此时朋友却被眼前通透的光吸引 这时候不拍照岂不浪费 而回头剑子发现怪物的身后出现了一个更大的东西 一只大手将怪物的头直接捏爆 恰好这一幕被朋友拍下 剑子还被看到的一幕目睛地愣在原地 眼前又钻出了两只小神灵 当身后的大神灵跟小神灵一番鸡里咕噜的对话后 大神灵贴近剑子的耳边说了三次 便消失了 另一边同样看得见这些小可爱的女孩 木木收拾好自己 想着当时被剑子锁喉的场景 气就不打一处来 同样都能看见小可爱 双马尾却被女孩剑子一记锁喉当场搞晕 双马尾当然气不过计划复仇 装出一副人畜无害的嘴脸接近剑子 拿着剑子闺蜜拍的照片一通彩虹屁 终于找到知音的闺蜜一把抱住双马尾 这样就可以顺利将剑子带入她的计划当中 作为占卜老太婆的关门弟子 刚被收为徒弟 师父就关门歇夜回老家了 得知师父关门时最后见到的就是剑子 而且剑子一直都不承认自己能看见小可爱 所以此次计划一方面要让剑子承认她能看见小可爱 另一方面也要让剑子认同自己的能力 但是一阵窒息的感觉将她拉回现实 转头三人就来到了双马尾口中的绝美风景区 但是只有穿过漆黑一片的隧道才能看到 这环境明摆就是小可爱的老窝了 如果剑子能看见 那她一定会想方设法避开 刚进隧道剑子就觉得鞋子不舒服 蹲下来拿出鞋子里的石子 在双马尾眼中这绝对是某种一事 而一时重心不稳的剑子双手着地 然后拍拍手上的灰 在双马尾眼中这一定是在设置结界 面对充满震惊和疑惑的眼神 剑子以为她看见自己没站稳 让她别担心 突然剑子看见地上冒出了很多小可爱 正好闺蜜也害怕 所以剑子顺势就提出离开 但是双马尾却叫住两人 告诉闺蜜隧道幽暗的环境 说不定可以拍出很酷的照片 而剑子理所当然成了模特 看着四周虎视眈眈的小可爱 剑子只能催促朋友快点拍完 真是好一张白鬼齐发 突然一声巨响 剑子回头发现出现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 而且一把抓起旁边的小可爱将其消灭 但是双马尾却看不见了不得的东西 只能看见小可爱凭空消失了 所以以为剑子还有消除恶灵的能力 双马尾可不会轻易认输 对着地上的小可爱伸出双手 而为了让朋友知难而退 剑子谎称她身后有蜘蛛 而且随着大怪物逐渐狂躁 其他小可爱全部都消灭了 双马尾看着剑子的蜘蛛除灵树这么厉害 而自己连这么小的小可爱都无法消除 大怪物却没打算放过这只小可爱 小可爱消失的瞬间 双马尾以为自己有了除灵的能力 转头向剑子炫耀 看着越来越近的怪物 一把将双马尾揽入怀中 而怪物似乎发现剑子可以看见她 正要攻击她时 一道金光闪过 出现了两只发着金光的小神明 在小神明的帮助下 大怪物被成功驱散 手持斧头的男人走在地铁里 在一个熟睡的乘客面前停了下来 举起斧头就朝乘客劈了过去 乘客却没有一点反应 但这一幕把女孩剑子吓得够呛 这时男人又走向了第二位乘客 依旧狠狠地劈了过去 乘客还是没有反应 这时剑子才发现他在一个一个市 其他人看不见劈了也没有反应 如果他能看见他的存在 那被劈会怎么样 正准备叫醒旁边睡着了的弟弟离开这里 一个打电话的男人吸引了斧头男的注意 斧头男越过其他人 直接朝电话男劈了过去 连劈几下都没有反应的斧头男 又回到刚才的位置 看来发出声音也会吸引他的注意 怎么办 看来只能选择无视 但是转头发现旁边的女人嘴里散发着一缕黑烟 而斧头男也走到了女人面前 一斧头下去斧头男好像找到了 顺着女人的身体劈下去 一个小可爱顺着斧头被扯了出来 斧头男一把抓起小可爱装进了口袋 下一个便轮到剑子了 剑子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地铁穿过隧道 斧头已经落在了剑子头上 虽然没有受伤 但是剑子已经一动不动了 等弟弟醒来发现姐姐已经站起来了 而且剑子带着弟弟提前下了地铁 告诉弟弟去买衣服 第二天怀孕的老师马上就要休假了 剑子和闺蜜正为老师送行 剑子却看见一团白雾正围着老师 教主老师却不知该如何解释 但是白雾却紧紧地吸附在老师的肚子上 剑子只能让老师注意安全 一定保重自己的身体 老师摸摸肚子告诉他们这次一定不会出事 原来这是老师的第二胎了 第一胎因为意外没能保住 老师说一定会连同第一胎的那一份意气 好好疼爱肚子里的孩子 而听到这些的白雾 伸手握住了妈妈的手指 剑子也终于安心 晚上回家的路上 剑子一直在疑惑自己看见的都是些什么 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能看见 如果面对他们完成他们的心愿 会怎么样 而看着趴在自动售货机上的小可爱 第二天一位老师请了产假 所以来了一位新的老师 而剑子却发现新老师 竟然是先前全身散发着宠物怨气的男人 男人每走一步窗户上 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手掌印 看见这一幕的剑子受到惊吓 慌忙躲进了卫生间 但是这时门外却响起了脚步声 剑子急忙跑进隔间锁上门 脚步声越来越近 但是推门进来的却只是普通同学 这时剑子才稍稍放松下来 不过一转身就看见马桶里钻出了一只小可爱 突然的出现让剑子没忍住发出了声音 一旦让小可爱知道他能看见他就惨了 而眼看怪物全身都已经钻出来了 并且眼睛死死地盯着剑子 剑子集中生智将目光转向了一旁的纸巾盒 嘴里念叨着怎么没有纸 转身走出隔间 但是身后的怪物还在盯着 所以只能继续装作着纸的样子 打开门发现隔壁般的双马尾正在吃东西 等三人来到操场 剑子回想起走廊里的男人 第一次看见他使男人浑身散发着宠物的怨气 但是现在竟然成了他们的代课老师 为了好朋友和班里其他同学 剑子下决心要调查这个男人 突然身后出现了一只大可爱 并且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不许他看那个男人 等怪物消散 剑子早已泪流满面 而走廊上的男人正透过窗户看着他们 第二天一个女人来到男人家 好心递上了自己做好的饭菜 随口向男人抱怨最近的乌鸦变得特别多 有可能和最近频发的虐杀小动物案有关 却没注意到屋里男人的眼神 男人关门的时候女人发现他的手受伤了 但是男人却只说自己不小心打碎了杯子 关上门男人就将饭菜倒进了垃圾桶 洗干净手上的血字 男人便出门上班了 课堂上女同学被老师要求读课文 一只大可爱却死死地盯着女生 嘴里说着不许看她 剑子将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 心想只要自己不看老师 大可爱便不会盯上她 但没想到老师第二个就抽中了她 看着近在咫尺的大可爱 剑子马上就要忍不住哭出来了 老师离自己越来越近的同时 大可爱也离自己越来越近 突然身后闺蜜的肚子叫了起来 打破了剑子危险的处境 闺蜜实在是饿得不行了 请求老师允许她去医务室 剑子立马搀扶起闺蜜要陪她去 却没发现身后老师身上的阵阵黑雾 路上剑子看着就自己于水火之中的闺蜜感激不尽 下课来医务室看朋友的双马尾 拿出仅有的三个糖地给朋友 等她吃完 朋友身上的金色光芒瞬间倍增 原来双马尾可以看见朋友身上极强的氧气 男孩考了98分拿给妈妈看 希望妈妈可以给自己放一会儿家 而妈妈却问她那两分为什么没有得到 男孩急忙说对不起 但妈妈却还是不依不饶 这时门外的小伙伴一个劲地催促男孩快一点 给同学过生日马上就要迟到了 男孩一再请求 告诉妈妈生日礼物已经用自己的零花钱买好了 但妈妈却更生气了 要出去过生日竟然瞒着她 男孩保证下次一定会更努力 妈妈嘴上答应了 而手却使劲地抓住了男孩的头 一脸恐怖地警告男孩不能像爸爸一样骗自己 独自坐在公园里的男孩看着手里的礼物 生气地将礼物踩得吸碎 这是一只小猫来到了男孩身边 同学的提醒让老师的思绪回到了课堂 剑子看着眼前的新班主任 不知此人到底是何方妖孽 整天身边都围着一堆的宠物怨气 放学后剑子和闺蜜来到小公园 剑子放眼望去 每个人身边或多或少总有几只小可爱 看着永远吃不饱的闺蜜 剑子觉得应该像朋友一样开心一点 面对小男孩向自己打招呼 剑子也是热情回忆 没想到男孩手里的气球突然爆了 男孩也变身成了小可爱 小可爱发现剑子能看到他 激动不已 晃着双手就朝剑子扑了过来 突然响起一阵铃铛声 眼前出现了两个小神明 将男孩一掌击飞 但小可爱投杀加脚杀及时觉醒 然后一个后灯重新跳了起来 直冲冲地朝神明脑袋踩了下来 都踩成一滩水了还不忘补上几脚 一时得意刚抬起头就被另一个神明正中脑门 小可爱被打倒渐渐灰飞烟灭 小神明回头朝剑子比了个烟 嘴里还说了个两次 然后便消失了 剑子被刚才的一战惊的一愣一愣的 这才想起之前去神社 大怪物对自己说三次的含义 上次小神明救完自己比了个一 这次比个二 那就意味着神明一共会救他三次 才短短几天已经用掉了两次 只有一次机会了以后该怎么办 而一旁刚吃完两个汉堡的闺蜜肚子又开始叫 别人眼中温柔帅气的老师 在女孩剑子看来却完全相反 老师的身边总是充满了猫咪的怨念 而且最近越来越多 为了学校其他人的安全考虑 他认为既然只有他能看见这些东西 那自然有义务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放学后一路尾随老师 但是老师身上总是附着一只恐怖的大可爱 嘴里不断地告诉别人不许看男人 剑子为了不被发现 低头跟着小可爱的脚印 剑子发现老师总是故意走一些偏僻无人的小巷 剑子只能撞得胆无事周围的小可爱 跟到一个桥洞下 剑子看见老师盯上了一只小猫咪 双手颤抖犹豫要不要报警 但是回头就看见老师的手已经伸向了小猫 已经来不及了 剑子急忙站出来阻止 而老师也想起剑子 就是曾经拒绝将小猫交给他收养的女孩 这时老师身后的大可爱再次跳出来 剑子被吓得连连后退 小猫也识趣地跑向了剑子 老师却要求剑子归还小猫 看着老师身上越来越重的怨念 看来只能跑路了 但是一个不注意就摔了个大跟头 回头老师已经站在了身后 正当两人僵持不下时 小猫正拖剑子跑了出去 没想到老师为了保护小猫竟然这么不要呢 老师出事的瞬间回忆又回到了小时候 当男孩第一次看见流浪的小猫 便好心将小猫带回自己家里安了窝 但是晚上妈妈问他有没有事发生时 男孩否认了 而收养小猫的男孩拒绝小伙伴的邀请 也要看书学习怎么养猫 但是第二天他就发现小猫的窝里一片狼藉 在妈妈眼里男孩又一次欺骗了自己 男孩眼里只能有妈妈 不能有其他的东西 病床上的老师也醒了过来 小猫也被剑子暂时寄养在了自己家 剑子向老师解释跟踪他的理由 是觉得他是一个虐猫狂 但是却无法向老师解释他这么怀疑的根据 这时老师体内的大怪物再次跳出来 不允许剑子与老师有过多的交流 这时门外老师的朋友小胖即使出现 原来这么多年老师收养的小猫都寄养在朋友那里 一直不敢亲手养 就是因为他那个恐怖的母亲 朋友告诉剑子小时候 他的妈妈就不让男孩跟他玩 看都不行 朋友感觉现在的男孩还在被去世的母亲束缚着 剑子这才明白老师身后一直跟着的大怪物是谁 回到病房怪物再次出现 即使剑子已经做好准备 还是被吓得连连后退 鼓起勇气告诉怪物放老师自由吧 这可让怪物找到理由攻击他了 跑出病房眼看怪物就要吞掉他时 神明再次出现将怪物击倒 虽然暂时得救 但这已经是神明答应救他的最后一次了 因为男人长得太帅 自己的妈妈都已经死了 还要化身怪物附在男人身上 只要有人多看一眼自己的儿子 女人恨不得马上把他带走 男人的学生来看他就被怪物盯上了 但没人知道女孩剑子能看见这些怪物 等女孩将怪物引出病房后 怪物张口就要吃他 被小神明及时阻止 已经被打残了的怪物一瘸一拐来到病房 伸手还想摸摸自己的儿子 却不知儿子早已被他伤透了心 怪物慢慢地变回了生前的模样 但身后出现的剑子再次激怒了他 幸好小神明及时出手将他彻底消灭 小神明也身负重伤 向女孩竖起了三根手指 然后说了一段女孩听不懂的对话后 便离开了 经历了这一切的剑子忍不住哭了出来 因为男人妈妈的执念被消除 平常围绕在男人身边的那些宠物怨念 也就此消散 与此同时男人身边出现了很多猫精灵 老师的事情终于算是解决了 而现在困扰剑子的是 神明答应自己的三次施救机会已经用完 之后的每一天 剑子还是能看见小可爱 所以剑子准备去神社参拜还愿 第二天剑子独自来到了山上的神社 随着身后的一声铃铛响起 两只小神明已经站在了身后 而最大的神明也随之出现 女孩拿出准备的供屏摆放好 感谢神明出手相助 但似乎感觉身后的神明不太高兴的样子 然后剑子就摆上了更多的供屏 小神明却更生气了 伸手将盘子里的食物变腐烂 嘴里还骂骂咧咧 剑子以为自己买便宜了 拿出书包将钱全部倒进了功德箱 连声说着感谢 但神明不光离自己越来越近 而且变身成了更恐怖的模样 剑子感觉小神明向自己走来 等他抬起头 眼前竟然出现了无数的怪物 变身后的神明也出现在头顶 并且越来越近 猛地睁开眼 才发现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梦 准备去上学的时候 爸爸依旧向自己打招呼 公交车上 学校里 还是到处能看见小可爱 但是剑子如今能做的 只有勇敢地面对他们 好朋友还是像往常一样 从后面跳出来吓他 但剑子已经能淡定面对 而且他们也多了个双马尾的朋友 三人一起吃着最好吃的屁屁面包 神明带着随从从后面 看着三人远去的背影